魏一平老师 这我是把他作为一个著名的记者 写过很多重要的报道请来的 但是正如这个箱头都点不着一样 来了我才知道他也已经不干记者 当逃兵了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可惜的事情 你说那些个深度调查记者 纷纷地逃离了自己的专业战线 我们这些网友就只能相信 那些个自媒体报道的新闻了 我觉得这是今天全世界很难办的一件事情 是说中国的调查记者只有100多个 对 具体数字肯定没有那么严格 但确实整体上大概比较黄金的一代 就是从2000年初一直到2010年 这十年这一代 现在就基本上都离开 就所谓后真相时代 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我看美国那个CBS 哥伦比亚那个 就是原来你看最著名的 叫美国60分钟 就是训练有素的记者 我们才知道怎么弄清真相 对吧 他不是一个随便没受过记者训练的人 就知道真相是什么的 对吧 好 连他们都说 现在南非发生了个事 我们一个设置组过去调查 这得多少钱呢 可是现在微博早把那消息都发出来了 我到最近一年左右可能会发现又有一点回声 就是又有一点这种自媒体里边 就是原先那种完全靠态度 完全靠表态 完全靠新眼球那个风啊 若微又杀了一些 又开始有一些深度的原创的这个自媒体的微信号 开始出来了 就是说年轻一代的可能比如说90后95后啊 还是有一批至少有这个志向想去探寻事实的 这是乐观的消息 但是这个影响力会非常低 这个很低的 因为它不是机构化了 它不是那种大的媒体机构 所以它当时这种大媒体 它是有两个 一个是叫责任 这个责任除了媒体的责任 还有它个人的责任 过去所有当这种一线记者的都是有理想的 理想就是一个责任 然后其次呢 是它有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包括资金支持的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 当然我也干过一阵的记者 但是我没干过这种 就是调查事实真相 我们只不过无非调查点文学 尤其女青年 文学女青年的现象 对对对 它也是要花精力的 对 因为你跟人很花精力 你跟这个人打交道是最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尤其像他们调查要调查负面的时候 所有人都有一层壳 你怎么穿透这层壳 所以今天这个事 我觉得个人靠自媒体做不清楚 没错 马亚说特别 机构化保障特别重要 所以现在这么个时候啊 你要想做到不受人骗 不受人忽悠 那就得我觉得需要全民提高探求真相的基本修养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学新闻的 你那到照今天你在网上看到的百分之百的 我都不会认为是真的 对吧 这很简单 听谁说的 哪登的 第一个消息源是谁 第一手材料在哪里 证据是什么 但是你发现没有 平常呢 姐妹儿的人不关心这个 说讲完之后有八个男朋友 哈就开始了 你知道吗 关心这个 他是故意的不想知道真相吗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人们好像很期待反转 这本身我觉得是对真相的一种逆反心理 就是他出了一个事 他的心态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事情最后会反转的 你最后对整个事情的关注就已经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态度 和你真的希望得到关注最后就变成两拨人吵架 相互你看这个事实又出来又打你的脸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对于真相本身变得没有那么关心了 所以这叫后真相时代吗 不是他现在是开始关心另外一种真相 你比如说我底下人就提醒我啊 说现在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表态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不翻转三次以后都不能表态 他觉得这事不翻转根本就不是这个事情 哎我就说现在我有时候看到事我也我提示他们 我有说现在所有的真相一定来自于世界级的大媒体 如果你不在这上面看到的都可能是假象 但等反转是因为大家缺乏耐心了吗 是因为一出一个事然后就立刻一波跟进 然后就立刻表态 是因为这个社交媒体 这是社交媒体最大的优势就是快 人人自媒体 人一个事出来以后先有一个最短的微博 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出来了 半天之内微信的观点性的文章 态度性的文章就出来了 惶惶先表态 这个这脸的这个整个演化 它就变成了 比如说可能放到五到十年之前 第一波出来的是应该是都市媒体 就是这个都市报 那是当天的 它是日报嘛 对 但至少它是经过训练的 有机构保障的严肃的新闻媒体 它至少当天出来 我知道多少我就能放出多少来 我也不用去这个讲太多 讲的天花乱坠的之类的 然后可能一周以后两周以后 就像我们这个三连生活周刊 这个南花周末 就这种周刊周报类的 就开始出来更深度的全面的解读 现在是这个权威媒体 都转载微博的消息 是啊 现在都是按小时按半天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啊 他们这样的人 至少你之前从事的工作 想起来值得尊敬啊 这些年中国社会很多进步 你还对人们都很健忘啊 是是是 当年你比如说咱们重视这个旷难问题 对吧 包括这个什么假疫苗问题 你知道这都是靠这样的记者啊 他就去查究真相啊 而且舍生入死 这种事特难的 真是不得了 你像他 我为什么本来说一什么挺有意思 最近热播一电视剧叫破冰行动嘛 对 就是那个讲的原型 就是博社村 当年我了解这件事 就是通过魏一平老师的这个报道 你就跑到那村去了 对 那个博社是广东 陆丰下边的一个村 陆丰就是那个汕头汕尾 就整个那一片的啊 有一个村说是叫制独村 我一看确实就是有一个很短的新闻 比如说广东警方组织专案把这个村给端了啊 抓了这个几百人 完了以后捣毁了多少几吨冰毒啊 然后我就去了 那个正好是腊月 整个我就第一次去博社村 但是一周基本上一无所获 你采访人了吗 基本上没有采访到就是这个正经的 重要的人 基本上没有 特别举算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刚刚是这个扫毒行动结束了 还也就是一个星期吧 那个村里还铸扎着很多专案组的警察 还在继续谈话 继续清查 所以呢就是风声鹤唳的这个村里 但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 我们也去做过很多其他的报道 在案件结束第二天去 还是能够做一些采访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他那个地方形成那种 相对封闭的那种村庄的那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完全打不进去 就是话也听不懂 咔叮当 然后你走到村里 走到街道上 完全就是一个外来人 没有一个人开口 问路都问不到 当时这事为什么轰动啊 那时候我在香港啊 那就是轰动两岸三地 轰动全世界几千警力啊 对 你想这要进这一个村 然后出动警方广东公安厅 这直升飞机就上去了 就那么才把这个头叫蔡东家 蔡东家呢 你的朋友王进松演得真是好 但是要照我说呢 我见过蔡东家这个人真的这个样子 他其实跟这个王进松 王进松是把他演得更狡猾了 是吧 更深沉了 其实蔡东家给我一个印象 就属于这个上额比较短浅的那种 从眉到发际比较短浅 就是他是那种一看就是地方上的 他不是说是有多高广的智慧 就是小智慧 狡猾的智慧 可能更多 我看那个剧 我看那个剧 我也觉得那王进松老师有点闻了 有点讲得深沉的智慧 对对对 你不能把他这个人跟那个东方 割在一块 实际上是乡村 乡村宗社的那种老大 老大 不显山不露水 他平时在村里头很少出现 也不是那种前后后拥啊 黑车会大哥啊 不是 就一很普通的村民 但是呢 他平时主要在外面活动 因为他还是人大代表 他还是这个各种有身份 就是外边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 陪外边的各种资源方啊 不管是大老板还是领导啊 打牌 所以这个 您知道我因为在广东这个多年啊 但我又是个北方人 所以很多北方人 你不理解广东乡间的一些 这个宗社的这种 就是宗族的这种情况啊 潮汕那边 海陆风那边 你知道就是因为 我们也有朋友是那儿的人啊 那真的是 就是说 家里有个什么事啊 一百多号人就来了 抱团 那哪怕是个婚丧 婚丧嫁娶 全来了 就是有做饭的 有在这儿在祠堂里 这商量事儿 出主意 就是等于 根本不是咱们习惯的 这种一家一户的 这个概念 它倒是 就是让咱们看到早期的中国相间的那种 他们那现在还是这样 好 好